说起来这是第一千零一集Vlog 但其实已经远远不止一千零一集了 因为我之前在YouTube之外的平台 包括国内的最早什么优酷这些平台 已经上传了好多集视频了 所以这是多少集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当它是第一千零一集吧 第一千零一集Vlog Let's go 组建了一个大型的团队之后 其实我的时间和精力真的被消耗了很多 过去我一个人做一年天一亿美金吧 其实还是挺游刃有余的 然后有时间去拍Vlog 而且拍的还比较不错 可以按照我自己想象的方式去自由的发挥 但有了团队之后 I can't像昨天开了一天的会 一下午的会 整整一下午的会 完全没有办法按照你想象的方式去编辑Vlog 其实我应该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 提前准备这一千集视频的特别时刻 把过去很经典的一些片段给挑出来组合在一起 但是我没有 每一天都忙着昏头暗地的 然后昨天开完会之后我才想起了 哇一千集了 然后临时去找素材 找到半夜两三点钟 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 不行我明天还要工作 所以我就临时编辑了一段出来 我自己没有那么满意 但我回看了一下 毕竟也是一千集 还是蛮感慨的 今天又收到好多人的评论和支持 很感谢你们 今天会有Vlog第二集的上线 Yes sir第二集 你这个Vlog拍一次要剪一个月了吗 我有句 对 不过在此之前先把工作做一做 今天我们会有一间新的房源 在Woodbury我自己住的社区 85号 Sanctuary上线 之前那间171 Sanctuary 根本都没有上线就卖掉了 这一间现在会放到市场上 准备的非常好 布展很漂亮 照片已经拍好了 大家很快可以在网上看到 然后我们之前又有一次买家 犹豫不定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要把它放到市场上 然后这个房子是全屋翻新 所有的东西从内到外 厨房 洗手间 台面 地面 墙面 管道 空调 Everything is new Just like a new home 到小区中间的公园和小学 50里100米 非常漂亮的一间房 欢迎大家来周末的Open House 当然Dillon的Vlog 也欢迎大家继续去观看 Yes that's the must 最新房源85号Sanctuary已经上线 但现在还要去再收尾一下 上次来还没有Staging 这次全部布展安逼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照片 那这里讲一下卖房的一些小tips 比如说这个脚垫 这个在生活中是肯定必备的了 厨房 但在卖房的时候尽量不要这些东西 不要让空间显得隔离 大家可以在这里 Woodbury我住的小区就不用讲了 尔湾最便利 配套最齐全 社区环境 不能说最优美 但是最成熟 最丰富 我自己觉得最适合养孩子一个社区 没有这么新的房子 detached 小独栋三房 只要145万 通常来说我不用做这些事情的 不过这次安排打扫卫生的时候 忘记跟他们讲打扫前院的事情了 刚好我们家有这个墙里吹风机 我觉得这些事情很好玩 对 所以自己过来打扫一下 领导跟Dylan去逛街了 不喜欢烧饼的我在孤独的吃工作餐 拍Vlog每次吃完 都要看一下牙上有没有夹的脏东西 喝吃了个午饭 我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我们的85号Sanctuary 很多人约看房 有我们的同行也有买家直接约的 所以在Woodlebury 在这些成熟社区 如果有一间房里面 你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什么叫状态非常好 翻新过啊 装修过啊 收整过啊 然后定价是合理的 好 你根本就不要问卖的掉卖不掉 而是说别人家多少钱的问题 这就是耳腕房地产的现状 当然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这样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有一些市场是没那么火热的 刚被Dylan告知 他在逛街的时候 又帮我买了双鞋 我们家的鞋柜实在是放不下了 可能要再 再买一组这样的塑料的柜子 放在这边的某个地方腾出来 或者是 I don't know maybe这个area 需要一间大房子 四个车库的 Hello baby How are you 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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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嘿嘿嘿嘿 下来个猫吧 好吧 爸爸的小高端 嗯 爸爸的小高端 摸着爸爸的手 退走路了吗 他不会 啊哦 啊哦 疼不疼 疼不疼 要出去啊 出去看一下 我们家的后院杂草重生 园丁不知道去哪儿 好几个星期都没来了 南美洲的这些老猫不靠谱 我们又重新找了一个人 最近再重新帮我们修整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草地上爬了 好吗 你要那些植物啊 你喜欢哪一个 喜欢这个花吗 马上就要开花了 不摸啊 有刺是吧 我们家奶奶为了防止松鼠 再继续吃她的果子 用塑料袋操场了 天哪 各种奇招 Hello 菲菲 What are you doing 如果你们还不知道 菲杨娜是一个酷爱体操的小女生 经常喜欢倒立啊 翻跟头啊 很渺巧的 长大一定是一个 大美女 大美女 小时候都被我亲过了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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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baby go 好喜欢他们 给他亲一个 妈咪帮我 你知道我昨天看你小时候的视频吗 好好玩 帮我 哇 看那个 1 2 3 go 好厉害 还有 this boy 啊 爸爸 啊 啊 爸爸看 嗯 嗯 我要拉宝宝 放学回来之后 家里就变得 从寂静变得热闹起来 哎呦 哎呦 跟妈亲一个 昨天晚上因为学中文的事情 跟妈妈也吵架了 我又在中间调和 好好学知道吗 中文虽然很难 但是对你很有帮助的 OK 好吗 你做完所有的事情之后 我陪你每一天下一局 答应你了 OK 你上一次也是在这个路口吗 不是 在哪个路口 在公司旁边 哦 这第二次 嗯 看 警察 别在拍了 别影响我 他可能还可以放我走的 Hello Dylan Hello Dylan Hello Dylan What happened Nothing What happened The worst What happened Irvine police is the worst Irvine police is the worst Irvine police is the worst 我跟你说 我最讨厌Irvine警察了 你真的觉得 这是Irvine警察的问题吗 Oh my god 我跟你讲了好多遍 在我们小区 stop sign一定要停 我讲了好多遍 我们小区 警察盯得很严的 那个警察 这个警察 就在路对面那里停着 然后他就直接这样 搜一下拐过去了 然后我说完了 那警察果然就开始 掉头过来找他吧 上一次 上一次我跟Delen一起开车 他stop sign不停 然后被我拍下来 还死不承认 然后好多观众在抵押批评他 你知道吗 然后他还说 OK我改了 我一定会停的 死不回改 又被开罚单了 Oh yeah 你这种表现 对于给孩子 是一个不好的榜样 你不能Oh yeah 他被开罚单了 这个没有什么可庆祝的 他被开罚单了 值得被庆祝 因为他会记住 不应该这样 就像上一次的 谁喝酒一样 被酒驾之后的训诫 是值得庆祝的 因为你会记住的 谁 Please stop Fully stop Fully stop at every stop sig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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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开心 他心情很差了 这其实可以是Delen的Vlog3 3 or 4 3 or 4 我又要来征了 我又要去征了 你可以征什么呢 我又要去征一个Ticket了 他说了征的意思去法庭上抗辩 你能赢吗 你去做证人 证明他没有听 我刚才其实很快就想 他以后还要转回来抓我 他不就很快的开走 我跟他说只要你一加速 他就呃呃呃呃呃那种想 绝对的 在美国永远不要讨警察的追捕 讨到 他追到你停下来为止 Arvine police is the worst The worst Arvine police is the worst You're driving skills are the worst You're driving skills are the worst Arvine警察绝对不是Worth Arvine警察是非常负责任的 Arvine为什么这么安全 治安这么好 大家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在社区里面我孩子自己出去 滑滑板车啊 骑自行车干嘛的 我觉得 feel confident 就是大家会遵守规矩 像Delen这样开车 不准守规矩的就应该被重罚 昨天夜里我在编辑视频的时候 因为我老婆跟三宝睡着了 我都笑出声来了 我过去的一些视频片段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 这这这什么取景 这什么这什么宽容度 什么绕合度 调整个就是 灯光完全不是这样的 黄不黄白不白的 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室内灯光来着 就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设定 呃white balance叫什么 白平衡 白平衡对 所以整个构图也是歪的 白平衡也是错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拍这些 然后这个明显是麦克风过爆了 就声音太高了 应该调整下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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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s this who's that who's that nobody who's that let me s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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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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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s this who's this heedy 来来 给大家看看 who's this who's this what i don't know 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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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一个镜头也是把我给笑傻了 大家看 这是一个讲中文的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 这个呃 这个呃 里面有很多中文的 我在讲什么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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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晚上光线按的时候没有把那个光圈给打开 所以全是噪点 天呐 这个也是明显的白平衡调错了 就 谁家会用这样的灯光 这一定是白平衡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调下白平衡的那个光应该是发白的才对 所以这个很差 嗨 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 还有这个镜头绝了 这什么构图 整个人都是身子没有头 屁股 没有头的构图 刚那个收音太差了 没有收音 离得很远 对 那个时候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拍摄 收音也不行 画面也不行 随便拍 表达力也不行 没有任何的想法 就 但是也拍下来了 我真的 觉得 我胆子挺大的 脸皮也挺厚的 不然的话应该坚持不了一千期 爸爸那是谁 这个是卢克斯之前的钢琴老师 其实我很喜欢的 但是后来他妈妈把他给fire 他妈妈说他没有教卢克斯那个 就是手指头的指形 我觉得 it doesn't matter 就是 keep他的interest最重要 所以我跟他妈妈一直有这种分歧 但是 I always respect her opinion 他说 it's orange ok ok 就不吐槽我自己的这一天了 很有意思 我现在把我的已经一千集之后的经验啊 各种新的体会啊 全部直接架接到我团队身上 到每个人拍摄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应该怎么做 他们避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自己的摸索 甚至我把我的LUT 我的设定全部都直接拷给他们 包括我还帮定了他们去剪辑 对 所以 sometimes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幸运 有我这样一个已经自己辛苦摸索过的人 去带领他们 他们可以加速成长 站在我的肩膀上去成长 对 所以我也相信我的这个团队 我们的这个自媒体矩阵团队会在不远的将来会非常有爆发力 非常有爆发力 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包括我前年之前提到的团队的架构啊 公司的分层啊等等 对 所以但是很值得期待 很值得期待 比这个要好多了 你不用给我看了 你不是说我加速不快吗 篮球我看不了 你还得剪到这个部分的 我没办法剪你篮球 我没办法剪 我感觉我会直接跳 我真的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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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这么丑呢 什么 我给你看 pick and roll 你怎么可以只跳这么高 How could you do that 等一等一等一等 你必须看pick and roll 今天我问一下 为什么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 你可以只跳这么高 我为你扣蓝了 等一等一等一等 w watch th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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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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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watch this why i cannot do that i cannot do that 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 你随便怎么跳 20公分应该是有 i can do that please come on 他在浮沉 一边 我 你尝试一下 你尝试一下 我有鞋 最好的转场是让人感觉不到转场 就是所谓的机身内的转场 但有些时候你不得不用到一些转场的效果 因为比如说这个镜头是黑色的颜色比较多 夜晚的 挺好的吧 然后你突然下一个镜头是很亮的 他的眼睛就会很不适应 Spin move Spin move right here Spin move Good pass Oh my god 你的篮球怎么可以打得这么差的 不是 这是怎么可以做到运球一点 速度变化都没有 然后重心这么高 How can you do that 我真的没办法剪这个 我剪这个我觉得你剪这个就是 Get out of my house Get out Hey baby 好了朋友们 去接Lucas参加他中文学校的家长会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Dylan的Vlog Episode 2 第二集 嗯 我只剪了一半 其中有一大部分我剪不了 Bye